出国旅游你除了带大行李之外 你也会带手机 如果想要上网就会想要省钱一点 这时候就会排队租WiFi核 但你知道吗 有可能被不肖的歹徒来利用 一个个机子等待领取 但是要申请通常通过网站 进入个人资料付款方式才能预定 只是这几个步骤就被歹徒盯上 业者在上个月初发现有异状 主动通报警方 好像有骇客在攻击我们的资料库 所以在当下 其实我们马上做了一些必要的处置 包含整个一个电脑的所有的电脑的重整 资料库的搬移 我们花了250万 其他帮我们做资安整个一个升级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能够保障客户的一个资料的安全 担心会造成消费者损失 除了报警也砸了250万加强资安 提升自身系统防卫机制 就怕再有消费者会受害 我们公司绝对不会说用电话去电 要求客户说要更改付款方式 或者要解除分歧 这个东西都不会 除了仰赖业者 提升防护机制 其实从消费者端也可以自我防卫 尤其WiFi机几乎都是透过网路办理 而且租借后当事人都在国外 所以申办时要避免用公用电脑 出国时还要留意信用卡状态 甚至连分歧情况都要注意 最好选择银行跟刷卡的银行来讲 它有3D的验证功能 如果你是使用分歧 还是没有分歧的话 这个动作要常常把它记起来 因为常常消费者会忽略说 以为打来分歧 会是银行自动分歧 网路发达方便无极限 却更要小心成为诈骗歹徒 严重的肥扬 董事新闻 蔡锦伦 刘怡英在台北报道